大家好 我今天教大家煮的是香草青口 又快又簡單 我用的是急凍青口 在冰箱你平時買或放在這裡 隨時就可以拿出來煮 首先我會切了紅蔥頭 把它切粒 這個紅蔥頭是選擇的 你可以用可以不用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香 你可以加上洋蔥用也可以 或者洋蔥或紅蔥頭 隨時都可以 後來煮完後 淋了後都蠻好吃的 所以建議可以用來吸收味道 剛剛看到就是先把紅蔥頭炒香 炒到有少許黃色見到 就可以調味了 我會加雜香草 黑椒和鹽 每樣都不要加太多 少許就可以了 放好這幾樣調味料 就把紅蔥頭炒一炒 然後就可以拿出你的青口 放進去 記得之前的青口要洗乾淨才放進去 我這個是急凍的 本身的表面也不是超級髒 我主要都是洗完它 如果大那些青口 我喜歡把裡面的草 把紅蔥頭炒好 這麽大盒青口 放進去 其實溫度馬上降了很多 你要多點時間炒回全熱 因為青口急凍 就算洗完 其實它也很涼 你要炒至熱 記得熱透才可以 然後你中途可以放進去 其實這個牛油 如果你不想太油膩 不想太油膩 你可以不放 我只想它會比較香 你放了之後 記得也要把紅蔥頭炒好 讓它完全融化 完全融化 再重複一次 青口花多一點時間炒至全熱 雖然它本身熟 然後可以放些糖 去中和你剛才的鹽 那些牛油那些味 最後可以關火才做 就可以放紹興酒 在旁邊蘸一蘸 其實我最主要是想它有些酒香味 因為海鮮鎮了酒香味是很適合的 你可以放白酒也可以 炸完酒之後就可以上碟了 這個又快又簡單的香草青口完成了 謝謝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